你在这儿我怎么拍呀 别放多的时候我一个一个拿 大家这样就没耗弄了 本来今天这视频应该是我最有排面的一次 我去了PE北京摄影器材博览会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 富士办了一个宠粉活动 我被抽中 然后人家要送我东西 但是主要活动是在15号周六 周六没时间 我得去核聚变 对吧 所以我今天去了 然后人家办活动那人正好又不在现场 所以礼物只能给我寄过来了 对吧 但是这个PE真的把我吓着了 真的 我差点去完了以后就想退出 摄影区了 这个大爷大妈的力量真是太强了 你看本来这是PE的宣传眼 你看见没 这个中间这部分留了四个区域 是富士嘉能尼康海大盖章的地方 这大爷大妈看见盖章就跟看见送鸡蛋似的你知道吗 呱呱的往上抢 这次这个器材展啊 没啥可说的 里边什么新鲜玩意儿都没有 索尼索尼就这么一口口 嘉能这么大 尼康这么大 拍个比较哪儿 富士这么大 富士是最重视的这回 在全场放了一圈中画服 模特是也有 世界名画也有 全是中画服 我其实去看181.4的 本来以为在现场能提一台181.4回来 直到181.4就放在一个 嗯一台XD4呢 然后什么人也没有 特别破特别烂 只有我关心他 别人没有 没有人关心他 都在那拍模特盖章 那个看那个中画服 中画服是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眼球 而且我觉得富士特别有心机 你知道吗 就是他现在只有中画服拿出手 所以他极力的推中画服 哎 现场那些优惠就甭提了 没什么优惠 就跟直播带货一个样 说说这个181.4吧 这181.4啊 我摸完了以后 坚定了我要买的信心 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 他是不是 嗯因为是1.4的光圈嘛 所以他有可能 会更加注重于拍照片一点 而视频呢 可能因为光圈太大呀 或者是怎么样吧 但是这回他这个我试了 真的是为视频设计的 对焦环阻尼特别的舒服 甚至我觉得他那个现场放那个 那个样机都有点松 凝起来特别舒服 然后对焦也行程也很快 我在 但是我也没法拿到模特那去啊 人家拿那锁 锁着呢 是不是 我只能在原地那 左白白 右白白 找个小玩偶 试着一下 薪水 对焦快 然后没有声 绝对没有声 画质 嗯 杠杠的 但是现场那个样机有点问题 我在变焦啊 操纵了一会儿 一会儿以后 出现了死机的状况 就是他变不了焦了 然后我特意的看了一下 这个镜头的固价啊 镜头固价还是1.0 然后他那台机器 那台Charlis的机身好像是1.03吧 现场我本来看见一个样品 然后我拿起来看了一下 有人制止了我 我就问那个人说 你这个181.4怎么不卖啊 人家说 还没还没有上市的消息呢 这不是月底就应该上了吗 人家说 价钱还没定呢 我说这玩意不是和1024一个价吗 国外都出来了呀 对吧 1000美金啊 999美刀 人家说 那只是网上消息 我觉得啊 富士这回真的是 产能肯定是遇上问题了 或者说他这个固价也有点小问题 所以呢 他迟迟的不上市 这点小东西都被我发现了 我真是太细心了 你知道吗 但是呢我还是会第一时间买这个镜头我试了一下 真的是太不错了 而且我在现场我还试了一下中化服的100S 100S我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 希望今年能赚钱买一台100S 但是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一是没赚上什么钱 二呢 我在现场看了一下 他的100S的视频规格跟XT4一模一样 但是呢 但是呢他的底儿大高感的ISO 但是其他方面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我这个拿100S拍视频这个小小愿望可能破灭了 就目前我还是最喜欢XT4 当然了 不排除他未来会更新一个全新的CMOS 然后如果有一个双原生的ISO或者是内置ND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个机器肯定是更完美的 但是现在富士XT4完全是够我用的了 所以呢100S我不再考虑100S了 即使给我10万块钱让我去买一个中化服我也不考虑了 没什么意义 真的拿在手上感觉还是中化服还是用来拍照片的 拍视频除非他有内置ND之类的东西 而且他的镜头群也是很少对吧 不如APS-C的这边的镜头群丰富 富士在现场还有免费为相机提供清洁和升级固件的服务 然后我在现场特别逗 突然有个小姐在跑来问 说你们这都能干什么呀 然后人家告诉他 我们能清洁还有升级固件 你只要拿着富士相机来就行了 转身就走了 突然旁边过来一个富士的人 他们之间互相聊了一下 说刚才那女的问你啥了 你知道那女的是谁吗 那女的是索尼的 索尼这回展台特别的小 就是现场放了几台机在那卖 然后放了一堆椅子 可能是放一些讲座什么的 竟然派来了探子 看这富士都在搞什么活动 周末没事的朋友 你们也拿着相机赶紧去清清灰是吧 还是很快的10分钟就搞定了 12点了不说了 我赶紧去把PS5的尾款给付了 要不然明日就发不了货了 拜拜